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talk club 我们再来跟进这个反弹的 确认讯号 之前有分享过 做反弹,短线的反弹啊 做反弹 就是说你不要等第二只脚 你要只要做反弹 然后就做一个 小小的咖啡钱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看这个rsi 有没有进去了这个over 乔麦奇之后 又弹上来突破上去 这个有 第一个有 第二个呢就是要站上去 这个投马峰 这条线poc 这个也是有 第三个呢就是我之前是没有的 就是这个趋势线 下跌趋势线 它已经是突破了 站上去,这三个都已经有了 ok 所以这三个有了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bonus 就是第四个 站上去这个20天的均线 基本上呢它图表呢 是跟你说这个是 都是短线的 买入讯号 嗯 像如果你是 一些比较长线点的 你要更加安全的话呢 通常呢我们就讲说 我们要等第二只脚 嗯 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呢 它其实 它其实呢真正呢 其实是一个 箱形 箱形就是这个箱形 我们画出来看一下有没有箱形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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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形的底价到现在 它其实才没有突破这个箱形 啊 箱形没有突破的 呀 嗯 这样讲啦 如果它突破的话 也是一个确认信号 如果你要安全的话呢 你就等它突破之后 再等它回来 它可能很大机会呢 就会在这个箱形的顶部这边 反弹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这样子的 突破箱形 回来 又上去 就是箱 就是这个箱形的这个 呃 阻力线 回撤 有效 又上去 这一个呢 是 另外一个 确认信号 呀 所以你看到很多很多信号的 这个是一个更安全更有效的信号 这个 这个也是 这是 呃 第二只脚 ok 呃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本身的 短线呢 我就讲了了 短线的话 如果你这边马路的话 你要 你就准备要在这个位置 它又蹭回来的时候就套利了 这是短线的 如果你是要更安全的话 你就等这个信号出现 或者是做第二只脚 ok 就看你自己个人 的这个风险 跟这个 呃 策略 呃 这些都是我的分享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你的钱 你自己做足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 就帮我share帮我like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